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行事例 行事例,那這個東西很好用 尤其當你這個事情很多了之後 那大老闆有小秘書 可是我們那種年窮人請不起秘書 但是因為現在行動裝置很發達 所以行事例真的很好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是行事例 那我以我的行事例給各位當參考一下 那我用的是Google的行事例 所以我直接到,它叫日例 Google的日例 好,我們來看一下日例 那這個是日例的,就是Google行事例的版面 它的版面 那可以看到左邊有月曆 然後這邊有一個 你的日曆的內容 就是你可能有好幾個日曆 那好幾個日曆要不要顯示在這邊做決定 然後這邊有一些其他的日曆 那這個有顏色代表說 是要顯示的 要顯示的 比如說 像我這個是好幾個日曆 合併在一起的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有的日曆 那像今天是25號的話 26號的話 那所以之前的它就會變成灰色 那之後的呢,就還是彩色的 所以這個是日曆的類型 那這邊是顯示的方式 你可以用一天 一天的方式 然後它這邊有像 這個是整天的 這個是按照時間分配的 然後你也可以用一週 這一週的日曆 或者是一個月 一個月 那因為我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你會看到 它會顯示更多 假設裡面還有東西 那我也可以制定成兩週的 兩週對我來講比較合用 比較合用 然後代辦事項 是另外的 就是還沒做的事情 都叫代辦事項 然後這裡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是一般日曆的顯示的樣式 一般日曆顯示的樣式 那這個東西 它不是只有在電腦裡面可以用 在手機上面 也可以 也是可以使用的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其實是好用的原因 其中一個是因為 它可以隨時的提醒你 什麼事情 哪天有什麼事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可以跟你的手機做同步 跟你的行動裝置做同步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日曆其實跟我們手機上的日曆其實是一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手機 那你的手機呢 我們在手機上用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安裝像類似這樣的小工具 那它本 你如果小工具打開呢 它會跟我們的行事例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 像我這個是 這邊可以選擇 我是要一周顯示 還是一個月顯示都可以 那 甚至你把手機翻轉過來 對不對 這邊一樣是可以使用 好 那所以這個是顯示的方式 顯示的方式的 模和不同 然後這是這個東西其實跟你的 這個東西跟你的這個電腦上面的顯示 力是同步的 它是同步的 它是完全同步的 好 而且呢 完全同步 你也可以在那個Google的全組裡面去把它打開 這是另外的日曆 那其他有很多可以配合的五花八百的日曆 那他們都可以跟Google做同步 這是另外一款日曆 好 所以事實上這些東西真的非常好用 非常好 而且它時間到會提醒你 會自己跑出來提醒你 好 所以你的手機是可以安裝 安裝這樣的小工具的 好 然後把畫面接回來